公元229年 诸葛亮已经北伐了三回 这可把魏国的皇帝曹瑞给折腾的够呛啊 啊 这老家伙要干嘛 是疯了吧 去 给诸葛亮点颜色看看 于是曹瑞派曹真张和司法义 缤纷三路主动攻打汉中 结果天降大雨 曹真等人在难尼里戳了一个月 还没走上一半的路程 于是 这雨 懂了 走 曹真等人前脚撤军 诸葛亮后脚 就派魏延攻打关中大胜而归 卫军狼狈回去之后 接下来 你来 行吧 之后魏国的兵权就交到了老乌龟司马懿的手里 接着公元231年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老乌龟司马懿带着卫军在上规坚守不出 打死也不出战 熬了几个月 饿了 走 最终粮食不够 诸葛亮只好下令撤兵 诶 走 在我的地盘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以为这是公共厕所吗 于是司马懿命令张和去追击 但张和有点意见 兵法说 回家的军队追不得呀 他们是真玩命啊 我是老大 听我的 结果张和收了一下 冲了出去 又收了一下 被蜀汉军队的扶兵射中了右膝 我说什么来着 他们可真玩命啊 把我玩没了吧 这位朝魏仅存的五子梁将之一 就此嗝屁了 第四次北伐失败后 诸葛亮又休养生息了三年 公元234年 诸葛亮率军队第五次北伐 这次还特地拉上了盟友孙权一起攻打卫国 孙权为了表示对北伐的重视 我决定派十万大军支持你 多少 十万 在你这儿 十万可是不祥之招啊 果不起然 孙十万一上线就直接拉胯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被蛮虫打败了 先下线啦 你自个玩吧 果然是孙十万啊 孙权是直接把盟友 诸葛亮扔在了武藏园 独自跟斯马懿对峙呢 我知道这多少有点尴尬 但放心 我不会跑 我们继续 诶 来吧 打不过你 我还不能熬死你吗 于是斯马懿归说不出 耗着 为此 诸葛亮派人给斯马懿 送去了一套女装 笑话 斯马懿胆小 诶 结果 看来还是诸葛亮了解我呀 讨厌 诶 我了解你啥了 你理解错了吧 这斯马懿不仅没生气 还开始八卦了起来 跟蜀汉使者打听 诸葛亮的饮食起居 我家丞相 吃得比鸡少 工作起来比牛还猛 可敬业了 哦哦哦 听到这消息 斯马懿暗爽啊 妥啦妥啦 诸葛亮快挺不住了 嘿嘿嘿 果然公元二十三四年八月 我终究还是没能熬住呀 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元 终年五十四岁 按照诸葛亮的遗言 汉军密度发伤 斯马懿一看 属汉军队撤了 断定诸葛亮一死 马上派兵追击 结果 啊哈哈哈哈 诸葛亮到底挂没挂 这也太吓人了 赶紧撤 汉军主动迎敌 把斯马懿给吓跑了 至此 诸葛亮这位传奇城乡的北伐之路 就此落幕了